随着烟花台风的脚步逼近 蔬菜掌声响起了 高丽菜台北市场的批发价格 一口气就涨了两成 我们实际走一趟市场看看 的确高丽菜现在每一斤 已经涨到了六十五块钱以上 离山高丽菜每斤六十五元 这一秤竟然要三百五十块 根本是天菜等级 旁边葱价同样高得下人 一公斤就要破百 菜饭也很无奈 毕竟才隔一周 青葱一公斤就从八十涨到一百三十元 大陆妹一盘原本二十 现在要三十 丝瓜一条就要三十六元 过去两条只要五十块 最夸张的高丽菜 一斤从四十元张了六成 现在一斤要六十五元 菜价提前寒涨 连锁卖场也有民众抢先备战 青菜一把拿过一把 水果同样往推车里放 旁边乳制品区和干粮杂货区 人潮挤得满满满 货架上一下子就被扫空 工作人员还得兵分多路 赶真捕获 想说台湾到了到时候准备一下 我们买鱼啊买肉啊买这些酱啊到时候 就是吃面啊对啊 平常要吃的 然后刚好礼拜五可能台风吧就一起买 所以基本份量会多一点吗 一两倍有吧会比较多 烟花台风来势汹汹 果农更怕天灾一来损失惨重 云林县第一次开办西瓜保险 政府和农委会补助后农民每公顷保费 只要自付三千三百元到一点三万元 从农民摊贩到民众 房台准备已经通通就绪 东森产电新闻许经营 红沛宇台北报导 货柜三雄之一的万海 今天是召开了股东会 虽然参加的水手不是很多 可是总座依旧对海运的景气 释出了比较乐观的看法 另外同一天举行股东会的 还有宏达店 董事长王雪红也表示 今年是丰收的一年 只可惜两家公司的股东会行情都失灵了 股价今天双双走跌 台股更在国际股市的拖累之下 大跌了两百六十点 也失守了月线之称 门口大大的力牌写上金玉收源 因为货柜三雄之一的万海 股东会就在这里登场 原本在室外的大草原上面 规划了多个座位区 不过由于天气炎热 加上股民只有十几位出席 就统统移进了会议室 虽然水手们出席并不踊跃 不过万海队接下来海运事况 依旧释出乐观看法 至少第三季一定应该是比第二季 第一季来得好 第四季可能会有一点荡下来 需求还是大于攻击 那明年2022年还是有这个现象 只是它那个gap缩小 而同一天召开股东会的宏达店 董事长王雪红清献身 说今年是丰收年 只是股东会的好消息 都没有顺利带动股价 万海宏达店20号起收跌 太股根是一举跌破月线 中场下沙260点 在17528点 主要就是被美股老大哥拖累 虽然台股短期难逃整理 不过专家看好 在资金宽松 基本面人强劲的利多之下 投资人可趁指数拉回时找买电 电子以半导体平盖骨为主 传产则侧纵货柜原物料族群 东森财经新闻 叶子金杨超成杨昭 台北新北采访报导 反外带 外带祭出八折的优惠 成功带动买气 业绩成长了六成 8公分大的田虾还有豹江鲑鱼卵 以及绵密细致鲑鱼泥和口感丰鱼的海胆 通通铺在温热触饭上 最后打上灵魂配角 新鲜生鸡蛋 再附上新鲜三魁膜的wasabi 这碗经典四色洞就能新鲜上桌 喷枪在雪白笔木鱼来回炙烧 让鱼片表皮微焦 逼出鱼肉香气 再铺上满满的鲑鱼卵 另外还有这碗笔木鱼 其边鲑鱼卵洞 抢供外带市场 祭出自取八折家 疫情的关系 我们现在都改外带 那平均每天大概可以做到五十万左右 业绩平均成长大概五到六成 疫情的关系有折扣 就会想要去支持原本喜欢的餐厅 黄的橘的白的 出饭上铺满满的生鱼片 像是一幅艺术品 上头有味道浓郁的马粪海胆 点缀鱼子酱 还有肉质鲜滑珍贵的鱼鱼大腹 成本昂贵就占了三分之一的冻饭价格 另外一边则是制作成散寿司 一碗就能吃到十一种海鲜 两种吃法 这家海鲜冻饭业者 外带九折还在包装下功夫 外带前会把冻饭放进真空袋 口气把它封起来 让食物更卫生 另外为了防止生鱼片腐坏 还会提供整包的冰块 让食物更保鲜 最近外景因为大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都待在家里 然后所以点外带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所以最近就是一天下来 都有近白晚的销售量 对 假日可能还有更多 夏天到气温高海鲜丼饭 吃清爽必澎湃 继续抢供外带商机 东森财经新闻 柯旺民林浩宇台北报导 但你关心天气的最新变化 台风会不会来呢 目前海面上看到有两个台风 目前看起来好像台湾 被双台给包围了 可是气象局提醒 最先要影响我们的是 烟花台风 现在正朝台湾的方向而来 而且不排除可能会以 这个中台的强度接近台湾 全台都必须要严加健备 这块明天气象局就会发布了 海上跟陆上的台风警报 而且明天下午就会有外围 环流影响 礼拜五到礼拜六 更是要全台严防强风豪雨 可见光卫星云图上 已经可以看出烟花台风的轮廓 不过范围之广 形状还不对称 目前在整合当中 相当外围的水汽已经影响台湾 而且很可能以中台之姿靠近台湾 星期三开始受到烟花台风 外围还流的关系 北部东北部地区 马祖地区云量增多 开始断断续续 会下短暂性的阵雨或雷雨 烟花行经的海域 海温还是偏高 落在三十度上下 有力发展持续增强 根据气象局的预估 星期三清晨到上午 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甚至可能在周三深夜到周四 发布陆景 不排除台风有登陆的可能 星期三下半天就会有短暂 阵雨跟雷雨 周四开始各地出现雨势 中部以北 东北部局部大雨 其他区域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而周五跟周六两天影响最剧烈 全台都会降雨 风力也最大 其中中部以北 东半部 东部 南部山区 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南部平地 台东等地 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 烟花本身因为北边高压 跟未处大地压带的关系 行走方向跟强弱 变化已经很复杂 难以预测 再加上七号台风 查帕卡更添变数 看看查帕卡的路径 会先登陆中国大陆 接着各国预估都会回马枪 被牵引回来 到时候台湾风场偏西南风 也可能影响中南部 带来降雨 有人担心烟花 好像莫拉克台风一样 就怕带来大灾害 不过气象局认为 每个台风有自己的特性 会持续观察 他们相距要将近在一千公里左右 才可能会有所谓大家牵引 所谓的藤原效应 这部分不论台风强度 或是未来是否靠近到 会让这样的作用发生 是我们持续观察的 周日开始 因为烟花台风逐渐远离 西南风影响 迎风面 中南部有短暂震雨或雷雨 总而言之 这个星期即将迎来台风 不管最后预测距离远或近 对台湾都会带来风雨 提醒从现在开始 就可以着手进行防台准备 东方计的陈玉桥 在台北 今天天气非常炎热 夏天到了用电量很凶 行政院考量七月份 也将暂缓下月的电价 现在传出 会在这个礼拜四拍板定案 有饮料店的业者就说了 每个月降算下来 可以省好几千块 但有足足抱怨 减免他们是看得到 却吃不到 因为不管降多少 房东的每一度电价 都没有调降过 把红茶凍倒入杯中 依序加入草莓酱 还有红茶 最后倒入奶盖 这杯奶盖草莓红茶 清凉又消暑 但炎炎夏日到来 七月用电量就怕暴增 传出正院将拍板 免收七月下月电价 饮料店半开放的空间 冷气就要开整天 还有两台冰箱和制冰机 以及咖啡机等耗电量高的电器 每个月光是电费就会破万元 像是这样的饮料店也很有感 因为季六月下月电价免收之后 七月也将免收 但会排除掉占加户用电量 两成的部分豪宅用户 而台电将再吸收25亿元 以饮料店为例 夏季为用电量高峰 每月电费都破千度 若下月电价减免的话 可以省下上千元 但是减免的电费租屋足 却是看得到吃不到 就有民众说自己在外租屋 虽然政府不收 但是房东还是用夏季电价收费 一度收6.15元 比起一般的时候4.85元 一度就多收1.3元 一个月用300度的话 就等于要多收将近400元 看房客怎么跟房东去谈这件事 对啊 应该是他们只要去谈 因为我们家里是有租给别人 如果房客有来反应的话可以考虑 对此台电表示 房东与房客间的电费收法 已签订租赁契约 需要由双方协调 也希望减免政策能够降低疫情影响的冲击 东森彩天新闻 科广名林浩宇台北报导